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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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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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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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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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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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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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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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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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 欢迎订队 那时 这个时候 可这个大儿子 他父亲 昶然在 你还 父亲的父亲 你看看 一个儿子很听话 可是请问 哪一个儿子是浪子 请问哪一个儿子是浪子 小儿子是浪子 没有问题 大家就知道了 可是大儿子怎么样呢 大儿子一直在家 可是大儿子跟父亲的关系怎么样 是不是父子的相爱的关系 至少爸爸是爱他的 但他有爱爸爸吗 你看看这个大儿子的话 我再读一遍英文 非常能够把这个大儿子的心态 表达非常清楚 二十九年 But he answered his father Look, all these years I've been sleeping for you and never disobeyed your order Yet you never gave me even a young goat so I could celebrate with my friends But when this son of yours 你看他对弟弟的称呼 This son of yours who has squandered your property with prostitutes comes home You killed a fattened calf for him 你从大儿子的嘴里面 听不到一点点爱 一点点怜悯 对弟弟的关爱 但是难 你说耶稣为什么讲这么一个故事呢 OK,前面我说 在耶稣讲道的时候 有两种人在听 一种是碎利和罪人 所有人都知道 这帮人是最坏的 碎利和罪人 没有人开始审访坏人 还有一帮人呢 在人们眼中啊 冠冕堂皇 道貌安然 什么人呢 文士和法利赛人 就像你我这样 每个礼拜穿的笔铁 来到教会 敬拜上帝来了 可是这两种人呢 耶稣呢 讲这个故事呢 是给这两种人听的 耶稣讲前面两个故事 是给谁听呢 给那些碎利和妓女们听的 他们是罪人 在人眼中是罪人 在上帝眼中也是罪人 但是呢 他们悔改了 好 对不起啊 我没有按照我的这个讲义讲 但是内容都有 OK 好,我们看最后一点 我们学到什么 这段这个经文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啊 这个能不能学到什么东西啊 这里面有三个人物 对不对 前面两个故事我们就不讲 这个施阳和施前 就很好理解啊 第三个这个预言啊 就非常有意思 这讲三个人 第一个人呢 就是有一个人 叫父亲 这个父亲呢 你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出 这个父亲是个 非常有怜悯 有爱 有宽容 这么个父亲 对不对 那么这个父亲象征着谁呢 Who is this father 那耶稣显然讲预言 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是讲这个预言而已 对不对 这个父亲就比喻是上帝 耶稣告诉他们 上帝就这样 上帝有两个儿子 那你说上帝就有两个儿子吗 诶 这些你仔细分析 你发现 所有的人 在上帝面前 只有两种 一个是小儿子 一个是大儿子 不信你看啊 小儿子是谁呢 小儿子就是他听众当中的 税吏和罪人 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罪人 别人也知道他们是罪人 上帝也知道他们是罪人 No question OK 他们就是税吏和罪人 这些人什么特点呢 放浪行害 放纵情欲 想干啥就干啥 我的生命我做主 是不是这样的特点 小儿子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这样 至少曾经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呢 这种人呢 在耶稣的故事里面 得到了上帝的恩典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了自己的罪 你看到没有 第二种人 第二种人是谁呢 就是大儿子 大儿子看起来很好 对不对 可是你看耶稣对大儿子的描述 怎么样呢 他心中有爱吗 有怜悯吗 有宽容吗 有和父亲这种爱的父子的关系吗 没有 可是他看起来很好啊 对不对 可是他却没有 所以在耶稣的 耶稣讲的个故事 是讲给谁听的呢 尤其是大儿子 讲给谁听的呢 讲给法利赛人和文士听的 法利赛人和文士听前面两个故事 觉得你说的不错 罪人悔改 天上有欢喜快乐 99个不需要悔改的 那就是我们 我们不需要悔改 我们很好 可是耶稣怎么说呢 这些人呢 像大儿子一样 是什么人呢 他们比较崇尚道德 追求好行为 但是呢 因为他们有所谓的好行为 他们变得自大和自义 就是说我很好 我不像我弟弟这个 你看那个熊眼一天 大儿子情态 这法利赛人 那走到大街上呢 就趾高气扬了 为啥 我是上帝的夫人 你们都要听我的 OK 税吏 耶稣跟税吏一起吃饭 你怎么能跟税吏吃饭呢 有一次一个妓女 这个去洗耶稣的脚 法利赛人心目下说 这个人如果是个先知 他就该知道 这个人是个妓女 意思是说 你怎么能让妓女踏持你的脚呢 耶稣专门做这种事情 为的是什么呢 你看 耶稣想救人 他知道世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小儿子 一种是大儿子 他很想救这大儿子 你看 大儿子是崇尚道德 自大自义 那自大自义又怎么着呢 你看 这段经文 我是研究了很久 我们学神学的时候 我们写paper 我就写这段 我研究了很久 我才搞明白 我来几出经文 大家看 你看耶稣的教导 你就知道 这个我不是随便乱讲的 约翰福音第九章 那么打开一下 最后的一个slide 约翰福音第九章 39节 耶稣说 我为审判到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呢 是有一次耶稣 治好了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 然后他说 我为审判到世上来 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 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 同他在那里的法利塞人 听见这话就说 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 我们谁啊 我们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啊 我们也瞎了眼 耶稣说 你们若瞎了眼 就没有罪了 但如今你们说 我们能看见 所以你们的罪还在 这是谁啊 这就是大儿子啊 大儿子一生在父亲旁边 从小就听话 对不对 但是呢 耶稣说 如果你瞎了眼 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你是瞎眼的 你是有罪的 我来就是医治你的 你就得救了 像这个生来瞎眼的人 我就医治了他 但是如今你说 你能看见 你不笑 怎么样 你的罪 仍然在 这就是大儿子 没有 这个 得到上帝的赦免 因为他 自高 自大 他觉得 我不笑少 I'm good enough 再看出经文 路加福音的 十八章 基督说 法利赛人站着 耶稣讲的祷告 自言自语的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 不义奸淫 也不向这个碎利 耶稣讲了一个语言 说两个人去店里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 他说 法利赛人自言自语 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 不义奸淫 也不向这个碎利 旁边有碎利 垂羞顿足 这个头都不敢再说 上帝啊 怜悯我这个罪 耶稣常常讲 这样的对比 是为什么 就告诉我们 有一种人呢 就是碎利 知道自己碎人 但是呢 来到上帝面前呢 愿意悔改 一种人呢 是法利赛人 自觉的很有公义 很好 我不向这些人 勒索不欲奸淫 我都没有做 但是呢 耶稣怎么说 他们离开的时候 谁的祷告 蒙上帝的英语啊 是这个碎利 而不是这个法利赛人 所以有人说 让你 进不了天堂的 不是你的罪 而是你的义 什么义啊 是你自以为义的义 这个犹太人 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据文 保罗说 是因为 他们想用自己的义 来 进天国 可是呢 上帝要的 不是你的义 因为我们的义 在上帝的眼中 是什么 以赛亚书说 破步一掌 我中文讲的破步 其实 原意是什么 原本不是破步 我们在家 这个 插这个 厨房 什么用的破步 你以为你洗干净了 那显面地底下一照 全是这儿的 所有的细菌 都在那边 圣经讲的是 我们的义啊 不是这个破步 你知道什么 这是 女士 月经时候的 那个 那张纸 比破步还长 这是我们的义 就是这个东西 你想用你的义 换一张 进天堂的门票 门都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法利塞人 用的 这个 这种心态 就是 想用自己的义 换取天堂的门票 Can't do it 还有出经文 马太福音 耶稣讲故说 又有两个儿子 他来对大儿子说 我儿 你今天到葡萄园里 去做工 他回答说 No I'm not going 以后呢 却自己懊悔 就去了 又来对小儿子 也这样说 小儿子回答说 父啊 我去 但是呢 却没有去 你们想 这两个儿子 是哪一个 遵行 父命呢 他们说 大儿子嘛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税吏和娼妓 道比你们 先进神的国 耶稣这是讲什么 你们以为这些税吏 这些妓女 这些是人间的垃圾 现在的语言叫做 人渣 对不对 人渣 耶稣说 这些人渣 在你们之前 都已经进了天国了 你们就进不去 你们自以为 一的人 反而进不了天国 所以你看 耶稣讲这些故事 包括今天这个 大儿子小儿子 耶稣在向这些 宗教人士 行为很好的 自以为义的人 发出邀请说 来吧 看看你的德行 认罪悔改吧 OK 小儿子犯罪 这个需要悔改 谁都知道 可是大儿子觉得 我不需要悔改 耶稣恰恰说 你们才需要悔改 那这个 我这里有一句话 可能有人记得 我在有一次 讲主日学的时候 上帝给我一句话 这句话叫做 德救不在乎无罪 而在乎认罪 你看看主的信息 是不是这样 所有人在上帝面前 都是罪的 无论你的行为 多么败坏 行为多么高尚 在上帝面前 你都是罪的 所以呢 德救不在乎无罪 因为如果说 无罪才是得救的条件的话 没有人能得救 因为没有人没有罪 但是呢 上帝的恩典告诉我们 得救在乎 认罪 所以若你不认罪 你的好行为 反而成为你 进入天堂的绊脚石 是不是这样 大家 agree吗 OK 好 那 这个信息讲完了 我今天早上 我就在祷告 我说 哎呀 这个上帝借着这个信息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突然有个灵感 什么呢 事实上上帝告诉我们 事实上啊 有两种人 但是这两种人的本质是一样的 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到 这个道理哈 两种人呢 一种是罪 一种是 所谓的义人 但是他们两个呢 都有共同的特性 什么呢 大家看到吗 这两个人 大儿子小儿子 小儿子是破冠破摔 我想自己做主 我的生命我做主 我出去走了 想自己说了算 对不对 大儿子是什么人呢 大儿子表面上看起来 行为很好 但是你知道吗 在大儿子心底里边 有一个东西 是和小儿子一样的 什么东西呢 就是他想自己做主 自以为是 小儿子想自己做主 大儿子也想自己做主 你看啊 大儿子说 我行为这么好 我这么多年 这么努力的工作 你都没有给我一只羊羔 什么意思呢 他想用他的好行为 作为bargain的chips 对他父亲说 你得听我的 你这么随随便便 让你的小儿子回来 我不同意 我在家里说了算 因为我很听话 你应该听我的 你看到没有 这样的心态是什么心态 就是自己想做主的心态 小儿子是这样 大儿子也是这样 只不过他来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同意吗 那你说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人自从犯罪那一刻 就这个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撒旦就这个样子 他把这个东西给了人 撒旦在诱惑夏娃叔怎么说 说这个树上的果子 真是不能吃吗 夏娃叔不能吃 摸都不行 这个撒旦怎么说 他说不见得了 他说你吃的时候 不会死了 你吃的时候呢 会如上帝一样 知善恶 这个什么意思 就把一个 要自己做主的这个东西 放在了夏娃的心里面 夏娃说 我可以像上帝一样吗 知道善恶 那太好了 于是吃了 于是呢 整个他的后代 你我 都成了 罪的奴隶 我们都想 我们生下来就想 自己说算 对不对 共产主义 国际歌不唱吗 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 全靠自己 请问 你能靠自己吗 你真能靠自己吗 请问 我们这里都 大概大部分人 岁数都不小了 很多人头发白了 对不对 请问 你能让你的头发 变黑吗 Tell me Can you do that Very simple thing Can you do that No Nobody can do that 你连这么点小事都做不了 你怎么能掌握 你自己的命运呢 对不对 掌握不了 可是人呢 从生下来 就想掌握自己的命运 不想听别人说话 对不对 就想 我的命运 我做主 儿子不想听父亲 小儿子不想听 大儿子也不想听 只不过他们用不同的方式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 都要悔改 每个人都是 OK 无论你是小儿子 还是大儿子 都想悔改 所以今天呢 给大家一个机会 这个 你如果没有认识上帝 我相信上帝让你听到这个信息 不是白听的 希望你能够像小儿子一样 翻人醒悟 回转心意 来到上帝的怀抱 上帝就像一个 慈爱的父亲 每天站在村口 等他的儿子 回来 你愿意 回到上帝的怀抱吗 如果愿意的话 请你把手举起来 可以吗 有没有 哇 好多已经基督徒都还要举手啊 好 Good 虽然你是基督徒 但是 我们的心 真的是 和上帝那么近吗 我们有没有大儿子心态 瞧不起那些罪人 甚至我们对 上帝的 这个 这个 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 目的是 要 manipulate上帝 比如说 我们常常祷告 我生病了 上帝啊 你要医治我 上帝 我一生服侍你 我这么好 你怎么能不医治我呢 如果上帝不医治 我们不高兴了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太多了 这就是大儿子 要悔改呀 不然的话 你像大儿子一样 一辈子 在父亲的家里 可是心却远离父亲 对吗 所以希望我们 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 无论你是大儿子 还是小儿子 都能够灰心转意 因为上帝 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的好行为 不是为了 我们因此可以 跟上帝去 这个bargain 说上帝 你看我如此之好 You got to listen to me 我没有这样的权利 OK 而且 这个good news is 上帝是如此慈爱的上帝 你看大儿子 不愿意进来 爸爸出去 在外面 哭口婆心 劝他回来 他最后还是没有回来 多可惜 对不对 OK 谢谢大家 谢谢周到这里 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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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